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大胖头的鱼拿铁锅用大酱炖 老好吃了 其实每年的年底我都会来到茶干湖做报道 因为茶干湖每年它是从12月中旬一直到春节前后 都是一个东谷 然后它又是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说呢 新闻报道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每年就都得过来 然后每年的圣诞节 元旦 跨年都是在茶干湖过的 一呆就是要呆上半个月这样 诶 这边有卖冰糖葫芦的 买两个尝尝 东北的冬天冰糖葫芦建议尽量不要在外面吃 因为咬不动还冰牙 早场直播基本上意味着睡不好觉了 眼睛一闭一睁就起床了 天还没亮呢 我已经要去冰面上做直播了 今天里面穿了四层衣服 特别特别冷 这块呢 一会就是我们要直播的地点了 然后现在已经是在茶干湖的冰面上了 天快亮了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直播的内容 电视直播通常连线只有几分钟 但包括记者 导播 摄像等等工作人员 需要提前两三个小时就在现场准备 而前期的内容筹备可能不达好几天 现在我要去到下一个场景去做生活了 终于直播完了 现在可以去吃饭了 一天都没吃饭了 我要去吃点饭了 吃啥 这味 最多的就是吃鱼 这是我刚才直播的时候 就是拿大铁锅炖的这一条大胖头鱼 这条胖头鱼刚才说好像得有十多斤 长了得有十几年了 特别好吃 用东北的大酱 然后再加一点辣椒炖出来 就特别的好吃 这条鱼一会儿我跟同事会一起把它吃掉 趁着它们还没来 我先多吃几口 其实我一直在B站有号 一直我在潜水 但是我不能评论 因为我被100道题给劝退了 杨蜜女儿的小脸 我倒是关注 有的时候会看一些像B岛和同学 这种比较有意思的UP主的视频 我都有关注 然后最近几个月 比较苦恼的是一打开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看到自己的鬼畜视频 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 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吧 然后呢以后我会在这上面就是不定期的更新一些视频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呀 可以发送给我们弹幕 当然了关于我这个个人的一些节目的拍摄节目的一些日常 也会平常更新在视频上 可能会走遍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也是我特别愿意干的一件事情 我喜欢看美景 这几年工作走过很多地方 留下了满满回忆 躺在海南沙滩看椰林树影 在新疆大漠听拖铃叮当响 正在大梁山沈亚村对面山顶 看云转云书 和新村孟恩底社区的老乡们拍一张照 当然还有一次次直播时屏幕对面的大家 这是年初宅家里做的手工 以及陪着我的两只小猫 哦对了 这只就是吃花椒的喵匠本喵 美好的事物不是生活的全部 但一定都值得纪念 2021年来临之际 你们有什么心愿吗 我的新年心愿是 希望可以突破自己尝试不同的节目 希望可以多吃几顿火锅 第一个愿望是 看完以后给个三连吧 新年快乐 拜拜